我們兩個都是同事金融業 交往14年結婚 決定結婚的時候其實就開始被孕 一年以上都沒有寶寶 我們才開始尋求專業的協助 一開始是在台中知名的生殖中心 醫生幫我們檢查一下 看我們的機能有沒有問題 打了一些排卵針、破卵針 讓我們正常受孕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 但是每次都落空 所以我們才找第二個生殖醫學中心 在網路上就搜尋到樂福 網路的一些評論相對比較正向 我們就決定來試試看 第一次來樂福 一進來啊 門口的瓜奧小姐就還蠻親切的 整個環境不像醫療樂所 給人很溫馨然後很舒服的感覺 看完整之後 專業的諮詢師 他就跟我們詳細的說明 很溫暖 就是不會有那種 無奈煩的感覺 所以就決定來到樂福這邊 我們回診的時候抽險 然後醫生幫我照超音波的時候 一看就說 喔!你好像有多腦 可是這件事情我在 檢疫間 不管是醫生或者是 護理人員是沒有跟我說過多腦這些 所以我還蠻意外的 多腦性軟巢其實是一種 內分泌失調的狀態 可能一般的時候不太會有症狀 排卵數值過高 所以他的腦下垂體就會一直跟卵巢說 你磁激素夠了不用不用不用 我要排卵了 所以那個卵子都一直呈現很小的狀態 但是他還是有內膜 所以他定期還是會剝落 所以你好像還是有規則的月經 但是其實不一定有排卵 第一次取卵 醫生有發現巧克力囊 然後就順便幫我把它清理掉 巧克力囊種 它是子宮內膜異味症的一種 子宮內膜跑到不屬於它的地方 如果跑到卵巢裡面 就變成我們所謂的巧克力囊種 它會造成一些沾黏 就好像污水的一個概念 它看起來是像巧克力色的 所以才叫巧克力囊種 因為我有多囊的狀態 再加上巧克力囊種的關係 是我們取13顆 但是只有受精3顆 然後我們就送我們PGS 只有一顆正常 當你的身體發現 不對的細胞在不對的地方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 白血球會去攻擊 就像病毒侵入你的身體的時候 它會覺得這是異物 它不該在那裡啊 所以它會有慢性發炎的情形 然後也就會造成一些 數碗管的沾黏 數碗管的水腫 卵巢的沾黏 也會造成卵子的數量 驟然的減少 醫生在追蹤用藥的部分 他也會特別的注意 有些指數我可能比較高 醫生對我的指數他也很關心 會發我指數說 你可能要打個煞車針 所以他還特地call我過來說 我們要趕快打個針 而且那一天是聖誕節 醫生人真的好好喔 平日晚上的時候 我們也會問一下醫生 啊我的狀況 讓他們都很敘述的會回我 會安撫我們的情緒 然後跟我說我的狀況是怎樣 就覺得很專業 很讓人家放心 醫生在植入之前 有建議我做一個開窗期的檢查 看正常的時間 子宮是不是可以受孕 那我跟我先生都很急 不想要再等一個週期 所以我們就說不管 就先植入再說 第一次植入之後 後續的檢查 我有一些指數比較高 所以第一次就失敗 就決定做一個開窗期的檢查 檢查出來我的時間 真的跟別人不太一樣 第二次就有先做這個檢查 然後再控制我自己的指數 那第二次就成功的抱回兩隻寶寶 在整個被孕的過程中 心情就像洗山溫暖 我們經歷過了 無數次的希望被落空 我們兩個唯一的共識就是 相信專業 不要物性偏方 專業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如何去處理我們 彷徨無助的這一塊 不管是在植入或者是 一些事前的溝通 或者是事後處職的管理 我覺得樂福都可以 給我們很安心的感覺 可以支持我們 繼續堅持下去 這一點對我們來講 蠻重要的 這真的好重要喔 要不然真的會沒信心 會想說要不然就算了 就會Focus 我只有一顆正常了 有一些檢查真的是蠻必要的 不然像那個ERA 如果沒檢查的話 第二次植入還是一樣 不管你植入多少次 你時間錯了就是錯了 其實每一個媽媽 她們都很想要趕快有寶寶 你要跟她說放寬心 這是不可能的 動入 然後有辦法讓你安心的 生殖中心 幫助真的很大 也很謝謝王醫師跟醫療團隊 因為我們接觸下來 真的每一個人都很好 她會給你很安心的感覺 然後很細心 而且又有耐心 即使同一遍問題 要問很多次 但他們也是會很耐心的解釋 醫生本人包含整個醫療團隊 很專業 都不像在看醫生 開獎的時候 醫生有幫我招到一個 然後那一天剛好是醫生的生日 我就說真的嗎 那我是兩天後的生日 這真的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很方便 今早就放在一旁 下廣告 一旁 二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